主料,糯米粉100克,黑芝麻100克,隔糖100克,辅料,红糖,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食材,黑芝麻洗尽量干,放入干净无油的锅中,小火味香,同样将核桃下锅也味香,锅中不放油,将糯米粉放入,小火发炒至微黄,盛出备用。 炒香的黑芝麻放入料理机中打碎,同样炒香的核桃也放入料理机中打碎,三种食材放入容器中,搅拌均匀,早晨取一个碗,用十勺要上几勺放入碗中,倒入开水冲对,搅拌均匀,粘稠为止,再放入适量红糖,搅拌均匀,非常浓稠,超级香的营养芝麻糊,再来一块土色面包,营养的早餐。 三,烹饭技巧,一,一定小火慢慢被炒,二,用料理机打得比较细腻,三,要想喝的细点可以多加一点开水,不过我觉得还是粘稠点比较好,随个人喜好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